好的 那么呢 现在来给大家带来是这个华硕的RG B550F主板 F呢 是在华硕的RG系列里面算中断的 更高度呢 是E B550E 更低度呢 是华硕的B550A 也就是吹血主板 当然呢 你可能觉得那个吹血主板 白色的配色会更适合联业的白色机下 不过呢 那个吹血主板它没有带WiFi也没有带蓝牙 所以说 最后呢 我还是选择了这个 前几天选的那个微信主板呢 它的第二条固态插槽和第二条PCIe插槽是冲突的 是switch切换的因子能二选一 所以说 最后呢 我又花了三天的时间 重新选购新的主板 真的 看了三天的说明书 华硕 微信 机甲 华硬 四家厂商 从X570到B550 看了每一款型号的说明书 然后最后才选了这一款 最终三选的结果中呢 最平易的是机甲的B550小调Pro 那款主板呢 和微信的B550排气炮的价位是一样的 但是呢 它的第二个固态和第二个PCIe是不会冲突的 再往上面一点呢 就是华硕的B550A吹血B550F X570战斧导弹 还有Unify 还有旧世纪家的B550Must大师主板 咱们现在来开简一下这款主板 打开盒子之后呢 这个是主板的本贴 还有一些配件 看看都有哪些配件 这个是WiFi 6的AX200芯片脑 然后主板 好大一张 我们先放旁边 说明书 驱动光环 一堆贴纸 尊贵的ROG粉丝 中心感谢您选择ROG的产品 接下来是M.2固态的螺丝 还有一些炸弹 这个是550A的A2G的线 C塔线 我靠 这么多的吗 它送了4条 4条C塔线 这里还送了两个贴的 它说是给单面的M.2用 这个主板还是挺大的 NTX的板 你们要注意的是呢 这边 它是没有空调的 华硕的主板都没有空调的 我之前买的ROG的主板是 J390S ITX的小板 就这么小而已 这么小而已 现在的第一次换这么大的ROG主板 还是有点震惊 确实是太大了 IOG和这里的IT的一层膜 这个是主板后面的配色 Republic of Gamers 这款主板最大的遗憾 就是它没有前置的USB Type-C 没有C口 它有个USB 3.0 这是供电 还有6个C塔接口 那么这里是两个M.2插场 第一条M.2固态插场 它是走PCIe 4.0x4的 第一条型卡插场是走PCIe 4.0x16的 这第一条固态插场 第一条型卡插场 是从CPU直连出来的PCIe 4.0 那么B550和X570最大的区别 就是CPU到芯片组这条带光 B550芯片组 它是PCIe 3.0x4的 这条是PCIe 3.0x4 所以第二条型卡插槽 就是PCIe 3.0x4的 第二条固态插槽 也是PCIe 3.0x4的 下面这几个接口 它是从芯片组出来的 所以说主板它可以分为两部分 上半部分是CPU直连出来的 CPU到这两个 下半部分它是从芯片组出来的 不同厂商的PCIe规则也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微线的B550主板 它是这两条二选一 你没有办法选其他的 只能这个二选一 你用了这个固态 就没有办法用这个PCIe 用了这个PCIe 就没有办法用这个固态 而华硕的这一款 是可以这1234同时使用的 为什么呢 它的规则是这样的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三个PCIe by 1的接口 那么华硕的B550F的规则就是 你用了这一条PCIe by 4的接口之后 这三个就用不了了 如果你用了这三个之后 这一个只能用B1的模式 就这一个和这三个二选一 那么第二个M.2的规则是这样的 假如你用了这第二条固态插槽 那么你的SETA接口的56就用不了 但是你还有其他四个是可以用的 所以说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大家不要以为B550它只是替代B450的关系 以前很多国内国外的up主都说过 很多B550的型号 它的供电规格都超过了X570 它可以说是X550吧 那么卫星的X570家族中 目前最值得选购的就是X570战斗导弹 还有UNIFI 你会发现卫星的B550系列全部都不支持 也就是说假如你像我一样 有一个显卡两个M.2的固态 然后一个采集卡总共4个PCIe的设备的话 就不要选择卫星的全系列B550主板 如果你只有一个M.2的固态的话 那就可以选没有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插一个显卡 一个固态还有一个采集卡 这三个设备的话是可以的 为什么第二个固态插槽那么重要呢 假如你也是做up主 有录制还有剪辑需求的话 必须搭配两个固态硬盘 一个固态硬盘是装系统装软件的 然后第二个固态硬盘的用于存放录制的视频 还有Premiere的一些Cache Scratch还有项目 你不要把录制的软件剪辑的软件 还有这些项目和网虫全部都放在同一个盘里面 你这样的话可以负载均衡让你的剪辑视频更为流畅 而且当你的硬盘的吞吐量并不是很高的话 那么这个负载均衡就很有用 特别是Premiere它每秒都会对这些Scratch进行3000次的调用 当然了你第二个固态硬盘也可以不用M.2接口 可以用SETA接口的 虽然说SETA接口最大的速度只有500MB一秒 不过现在SETA接口的固态硬盘呢 并没有体现出太大的价格优势 不过呢至少它对主板的选择并没有那么苛刻 对的呀 如果你第二块固态是SETA接口的话 那么呢你就不用费尽心思去考虑这款主板 值不值得了 也不用费尽心思去看说明书了 因为这种几百块钱的主板就可以完全值得了 OK 接下来呢我们来装一下处理器啊 5800X OK 接下来呢 哇哦 这后面是有个保护填膜的这个是要撕掉的 咱们先把同注呢锁到这个2280的接口上 你的系统盘啊首选的固态最好插在第一个接口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接口呢是从CPU值连出来的 PCIe 4.0 by 4的接口 这两个接口呢是CPU值连出来的 最后呢我还是乖乖的在这里再贴一个脚底 因为我发现那个锅台它会被压弯 内存呢选的是芝奇的环架机 两条16G的内存 DDR4 3200 16G乘2的版本 总共呢就32G 还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内存 这条内存呢是很早以前买的 嗯对了就这个地方 好的这就是保护填mini的证明它是非常的简洁对吧 那么呢现在最后一步插上这个采集卡 我刚才说的4K60 Pro MK2采集卡 我之前也说的上一块主板呢 它是没有办法同时插这个采集卡 还有那个固态硬盘的 只能二选一 现在呢这个主板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插上去吧 好的那么呢机制已经装好了 在这里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呢处理器是MD5800X 8核心16线层最新一代的 主板的话是华硕的B550F 这款主板的话带有WiFi6网 2.5G的网卡 还支持PCIe 4.0 还是非常不错的 唯一的遗憾呢 它就是不支持前置的C口 内存的话是最起的皇家机 还是非常漂亮的 壮才 DDR4 3200 16GB乘2 总共32GB 那么呢显卡的话是英伟达的GTX2070S公版 上游戏的话是阿法库的北极熊加北极狼 再配有6个帽上 那么呢固态硬盘是PM9A1 还有三线的970 Pro 一个是4.0的固态 一个是3.0的固态 电源的话是海盗船的SF600白金版 再配上这个镀影模组片 整体的配置就是这样子的 接下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ROG的BIOS 在这里呢推荐把这个工具给关掉 接下来这个PCIe通道呢 是可以自己设定的 设定成自己想要的模式 好的 那么呢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试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 加个订阅哦 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那么呢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